运球就看Uncle Chu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猫胎兄弟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在勇士和金块这轮系列赛开始前 鲁鱼做过两队之间的赛前分析 当初说 勇士和金块大概七三开 但经过这两场 勇士大比分屠杀金块之后 我不知道 现在收回勇士金块七三开的话 是否来得及 因为勇士实在是有些过于残暴了 现在我甚至觉得 这轮系列赛 勇士可以横扫金块了 在之前的赛前分析的影片里 我分别说了 勇士和金块的优劣点 但在这席中 我低估了关于勇士的两件事情 首先就是追梦的状态 其次就是水花茶三兄弟的进攻威力 连续两场季后赛 这三后卫的阵容 把金块打得无地自容 真的让金块苦不开眼 那么 勇士水花茶三兄弟的进攻 究竟有多恐怖 他们是如何搞崩约老师心态 这部影片 鲁鱼就为大家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 当水花茶同时在场时 对金块防守的牵制力 这个球 普尔在湖顶持球 水花两个人在右侧底角附近 做了一个交叉掩护 库里向45度三分位置跑动 克莱往篮下切入 可以看到 金块两名防守球员完全被库里吸引了 而内切的克莱就无人防守了 随后 普尔一个直赛精准地传到了克莱手里 后者完成上篮 这是我们极其熟悉的水花的交叉掩护战术 但这其中我们更应该注意 约基奇为什么在湖顶这个位置 而不去保护篮下呢 这是因为 在湖顶的追梦和普尔有做挡拆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在库里跑位前 追梦向普尔做出了一个手势 想让他借掩护向弱侧移动 此时 约基奇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普尔和追梦身上 这就让约基奇十分犯难 你是去追库里和克莱之队 还是喝下茶追挡拆这瓶毒药 两个进攻威胁你 必须得放掉其中一个 我们再看这里 克莱轻松地就在低位这片区域接到球了 为什么 因为约基奇在克莱接球前 已经被弱侧库里和维金斯的无球掩护 吸引了注意力 没有精力再照顾低位的克莱了 这让克莱有足够的低位担打时间 这个回合 经典的库追挡拆 随后 库里直接冲到内线完成上篮 这两人挡拆的威力 我不用多说 但这里更可怕的是 勇士的进攻空间被拉得有多大 就像这个回合 克莱 普尔 维金斯这三个人 往三分线外一站 金块根本不敢收缩内线 只能紧贴着这三个人 最后 约老师跟不上库里的突破 收缩过来的巴顿和格林 也只能看着库里上篮 因为你只要上前防了 那库里一把球转移出去 勇士三分线外线全是机会 这个回合 库里不用挡拆 自己直接就往篮下冲 这回 金块五个人全部收缩内线 随后 库里分球给到追梦 追梦再给湖顶普尔 框当就是一个超远三分 勇士水花茶色三个后卫组合 把进攻空间拉得非常大 让金块 防内防不了 外线也防不了 最后就是勇士内外线双开花 这场勇士全队投进了17个三分 这些中有13个是库里 普尔 克莱投进的 三人合计 28中13 46.4%的命中率 以这三人的投射能力 你说离谱吗 当然不算离谱 只能说是手感正常 甚至可以说 克莱还有点铁 毕竟上一场 这三个人可是23中13 那为什么金块完全防不住水花茶三兄弟 这里有两个原因 首先 金块本身就没有顶级的外线单防球员和大神级别的协防球员 金块最好的外线防守人可能就是戈登了 但戈登防库里和普尔这种速度快的小后卫完全没有优势可言 所以 简单来说 就金块没人能限制住勇士的后卫 勇士三后卫阵容的恐怖在于 联盟最顶级的三分能力搭配顶级无球跑位能力 这两场比赛我们可以发现 当勇士的首发摆的是卢尼 追梦 普尔 克莱 维金斯组成的新阵容时 普尔基本上都在干库里的工作 反而库里却干了普尔的替补 而普尔这两场的表现可以说是巨星级别了 实在是水花三兄弟挡拆跑位 把金块防线肢解得太严重了 金块阵容本身就不好防一星四射阵容 更不用说防勇士三后卫 这波纯属是勇士强点对上了金块最弱点 第二个原因就是 勇士三后卫质量 他们顶不住库里 连库里都可以胆打 甚至背身胆打得分 一个库里就已经够他们手了 但更难受的是 对金块来说 勇士全场比赛 48分钟一直都有库里存在 甚至有时候还有两个库里 当库里和普尔同时在场 勇士进攻效率是159.5 这个数据简直太过夸张 而在这里顺便外加个克莱汤普森 进攻火力有多恐怖 就不用多说了 而除了水花茶三兄弟 第二个亮点就是追梦 追梦这两场比赛打得太好了 我总觉得 自从勇士开启王朝两年贯后 追梦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例行赛他不再全力以赴 到了季后赛才真正开始发挥 追梦在上半场的效果立竿见影 尤其是在防守端 NBA最佳年度防守球员 司马特当选 无可厚非 司马特够拼也够硬 但从个人角度来说 如果不是追梦被伤缺席了一段时间 我想DPOY应该是追梦的 要知道 勇士最薄弱的是内线 而约基奇正好是MVP级别的内线 所以勇士的内线防守很重要 一般勇士开始都是安排卢尼去防守 效果呢不算很好 但当追梦去防约老师的时候 效果却着实有效 放眼联盟能对上约基奇的 就只有恩彼得了吧 但大帝也不能说防得像追梦这么好 追梦能做的太多了 单防 组织 斜防 还有零星的三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太明白如何搞崩约基奇的心态了 这回合勇士完美的防守 成功让精快24秒为力 随后在进攻端 追梦和库里迅速找约基奇 打了一个出其不意的酷追挡拆 把约老师心态搞崩 那么精快这支球队就崩塌了 最后约老师吃到了第二个技术犯规 被罚出场 精快就彻底没了抵抗之力 接下来回到主场的比赛 对于精快而言 是最后的背水一战 如果再输 精快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精快很缺自主进攻能力 预计其奇G2已经扛了 38.6%的回合占有率了 没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而精快还有自主进攻能力的 有福布斯和海兰德 所以让这两个人多打打 尽管两个人防守都很差 但场上有一两个进攻点还是好的 还有一点是 精快要让别利查在防守端付出代价 这是一个 最后就是不要跟勇士打快 毕竟你有约基奇 跟勇士比跑你跑不过 所以精快接下来要以约基奇为中心 跟勇士魔阵地战 必须每个进攻回合都过约基奇的手 这样才有跟勇士抗衡的机会 可也仅是机会而已 精快想要赢回局势 真的可能需要约老师 每场都40加三双 或者祈祷勇士 目前极高的进攻状态下跌 但这两个点 一两场可能存在 想要一整个系列赛都存在 不太现实 所以 这轮系列赛 勇士已经占据了制高点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